生命之神遭人暗杀一击毙命 天空之神拿起武器与敌大打出手 奈何既不如人 被暗倒在地挖出双眼 原来神体内流淌的不是血液 而是黄金 今天莫为给大家带来一部古埃及神话电影 《权力之眼》 在古老的埃及太阳神拉有两个儿子 一个是统治富饶土地的生命之神 一个是荒芜沙漠的荒漠之神 两人统治了埃及的不同区域 生命之神觉得自己已经老了 想要让儿子天空神继位 天空神继位那天 整个埃及都在祝福他 就在将要带上王冠的时候 荒漠之神带着礼物到来 阴险的荒漠之神假借送礼物 趁生命之神不注意杀死了他 天空神见此景 拿起武器就与荒漠神大战起来 想要为父报仇 两神的战斗十分火热 可天空神一人无法力敌 有军队相处的荒漠神 最终他败下阵来 还被荒漠神挖去双眼 废掉神力 危急时刻还是他女友爱神主动臣服 才让天空神得以留住性命 但还是被放逐到了 其父的神母终身不得入境 荒漠神当上国王后 实行了残暴的统治 反抗他的神都被他讨伐 而凡人则沦为奴隶 在凡人中有一个爬手小帅 他不忍心自己女友小美 给别人当奴隶 想要带他逃走 可小美告诉他 只有找回藏在神之宝库的 天空神的眼睛 帮其恢复神力 推翻荒漠神的统治 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 刚巧小美就是 神之宝库总设计师的手下 他找到宝库的设计图 给小帅 小帅利用这个 成功潜入宝库 踏过三座机关桥 才拿到一只神眼 回到小美这里 他被总设计师发现 幸好他及时利用神眼 突破包围 带着小美跑了出去 可小美在逃跑过程中 被弓箭射中 不幸丧命 小帅带着尸体找到天空神 以神眼作为筹码 希望天空神能救回小美 可是天空神表示 已死的小美 灵魂已经去了明界 只有天空神打败荒漠神 登上王位 才可能有力量救回小美 最终两人达成合作 一起踏上了复仇路 为了找到 打败荒漠神的方法 天空神带着小帅 找到天空中的 太阳神爷爷 可太阳神正忙着 对抗更恐怖的 混沌巨兽 只是给了他一点神水 这个水 能熄灭荒漠神 力量源泉的火焰 回到地面 小帅两人 遇到了荒漠神手下的追杀 尚未恢复神力的天空神 现在还不是这些人的对手 只好想办法逃亡 另一边 一只默默关注前男友的爱神 被荒漠神发现 无奈之下 爱神只好摘下守护手镯 让自己被魔鬼拉进地狱 之后再次戴上手镯 才得以逃脱 好不容易才让他找到 被荒漠神手下追杀的 天空神等人 一群人会合后 准备前往隐藏着 荒漠神力量支援的金字塔 可这个塔 被尸身人面的怪兽守护着 如果答不出怪兽的谜语 众人就会被怪兽吃掉 无奈天空神 只好找来智慧神帮忙 赶路期间 爱神知道了小帅的目的 但他也知道 天空神没能力救回小美 神居然还欺骗凡人 因为这事 两个神闹得挺不愉快 好不容易到了金字塔 众人好不容易 答对了怪兽的问题 来到荒漠神的力量火焰前 天空神被陷阱困住 智慧神的大脑 也被荒漠神夺取 小帅找到剑气 就要击灭力量火焰时 荒漠神告知他 被天空神欺骗的真相 在小帅愣神的时候 荒漠神夺过神水 转身离去 坍塌了金字塔 就要将众人埋葬在地下 幸好天空神挣脱陷阱 保护大家活了下来 看见小帅伤心失望 爱神感觉无比内疚 于是把自己的手镯给了小帅 让他带给宁永 在明界 如果亡魂献给死神的礼物 比羽毛重 就能顺利往生 如果献给死神的礼物 比羽毛轻 就会灰飞烟灭 一无所有的小美 本来只能灰飞烟灭 好在小帅带着手镯 及时赶来 另一边 对父亲失望的荒漠神扬言 要毁灭世界 太阳神本想教训这个逆子 却不小心被反杀 荒漠神还要放出混沌巨兽 这让明界的转身之门 十分不稳定 为了小美能顺利转身 小帅再次找到天空神 说服他去打败荒漠神 保护这个世界 可是天空神还是打不过荒漠神 危急时刻 小帅夺得另一只神眼 扔给天空神 他自己却从高塔摔了下去 天空神选择去救小帅 而没拿神眼 但小帅的奉险感化了天空神 让他重获神力 打败了荒漠神 还回到天空救了太阳神 太阳神赶走了混沌巨兽后 用神力复活了小美 最终小帅和小美终于重新团聚 世界也再次恢复了和平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